打開360 關閉360 打開右四 打開左四 各位車友大家好 現在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無線科技年度 強打產品 A348核心環境安卓一體機 關閉360 他最大的優勢是他可以聲控 然後他的360的角度是可以透過我們的手指頭在APP上面 在螢幕畫面上做切換 所以你不需要再遙控器 然後他四個鏡頭都是AHD的 感光度非常的好 夜視也是非常的佳 關閉360 同樣的他一樣也支援的無廣告的YouTube 然後也一樣可以背景播放 然後我們 無線科技 打開360 為什麼我們要放歌給大家聽呢 因為非常多的車友他在選擇環境的時候都有這種困擾 就是說在使用環境的時候音樂停了 關閉360 我們的YouTuber沒有停 我們的YouTuber沒有停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樣你現在看到的是我們的 導航網 我們導航網的相關的設定也是非常的多 我們的車速照相 可說是全部都開啟正版的 所以呢 您日後更新只要WiFi給他就可以更新了 就這樣 大家有看到嗎 喔 那你會說 記憶體夠不夠啊 來 給大家看一下 記憶體保證夠 記憶體保證夠 就算更新一次要1G 但是我們還有51G讓你更新呢 以導航網來說 每半年 每一年更新一次 實在是太夠了 關閉360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大家看 分頁安住拉過來 你要怎麼子母分屏 只要安卓7.1就可以 但是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安卓環體一體機 一樣也支援子母分屏喔 因為我們安卓是安卓10 打開左式 現在我要變相嘛 所以我就不用在這邊按遙控器 或是打方向燈 如果我非常的懶 那 這一套安卓機絕對可以滿足你 現在要為大家示範 還是要打方向燈啊 不然會被罰喔 V360 然後我們再放歌 然後我們再放一次 方向盤快撥都可以用喔 上下一手 這個是我們方向盤快波鍵 那你裝我們的環境安卓一體機 不用擔心會影響你原廠的系統 怎麼說呢 你的系統都是有效的 沒有故障哦 打開360 剛好後面有了後面有一台火車 所以我剛好就不會那麼緊張 另外環境那麼棒 看的要非常的清楚 關閉360 這是我們的主UI 有一點數位儀表的感覺 非常的方便 好最後晚上如果覺得 要關 這樣就關掉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 晚上影響視力非常的方便 點一下就回來了 這就是我們無線科技 A34 154 下一個 11 C 21